可以 安妮好 晚上好 晚上好 老师晚上好 继续上个星期 我们分享过了八大专家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第二个专家 那今天呢 我们会以一个特别的主题 来给大家 比较容易记得的 就是 Accounting Text Station 难道是为了要还Income Tax吗 要如何善用呢 今天我们有请叶老师来为我们分享 好的 那上一次 我们讲到 这个应该是第三期 我们讲 这个八大专家的 其中一个专家 叫做Accounting 对不对 Accountant嘛 对不对 今天最主要为什么会讲这个主题呢 因为很多人做生意啊 他们很多时候 都不是那么注重他的Accounting 为什么呢 很多老板认为说 他专注做生意 赚钱 做Marketing 做Seal 赚越多 越做越多越好 那到底他的Account是怎么样 一般上他都不会理 对不对 那如果你做生意 你做很多事情 尤其是做企业 你不会Account 那些Details啊 没有关系 因为你会有那些Account Club Accountant啊 帮你做嘛 对不对 那做老板的 其实你不需要去做Account 但是你一定要懂 懂Account呢 当然不是叫你去写专业的Account啦 就是你做生意 老板的角度 要怎么样看一份报表 一定要懂啊 就比方说 为什么Account那么重要 在座的各位 今天你有做Account是吗 你知道你的生意量 是多少 然后你可以算得出你的那个 GP Gross Margin 然后再看你的Expenses 你的钱到底花去哪里 简单来说 你的钱怎么来 怎么来 你的钱怎么样花 然后扣除一切之后呢 你就可以知道大概你的这个Margin 你的Net Margin是多少 就从你的这个Gross Profit Margin 跟Net Profit Margin 你就看得很清楚啊 到底你整体的生意 哪里是占了你很大的那个消费 哪里占了你很大的Costing 那从中啊 你就懂得怎么样去调整你的企业 你的生意 对不对 所以Account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很多老板说 这个事情 不管我的事 全部交给那个Account 或者是推给他Account Club 万一你的Account Club啊 或者是Accountant啊 不要说随便做 人也是会有疏忽 对不对 那做错了这个Account 你没去看的话 你马上随便签个名啊 就是你认同这个错误的Account了 对不对 那你正当你做错误的Account的时候呢 你拿这一份Account 这样你觉得你的Taxation会对吗 到底你这份Account啊 做的生意啊 是赚钱 赚多钱还是赚少钱还是亏钱啊 你都不清不楚啊 那只会影响你的Taxation嘛 对不对 所以它是第二个关系 讲到那个Tax啊 那今天你做了Account 你做了Tax之后 Computation Tax之后啊 你今天要去银行融资啦 哎 你要沈大哥 谢谢你的支持啊 我看到你了 哈喽哈喽 谢谢你的支持 那今天 你要上银行去贷款的时候 银行一定会看你的账目 看你的Account 看你的那个Taxation 那如果这个账目是不对的 那你给的Tax也是不对的时候呢 那银行对你的这个整盘的生意的评估啊 也是跟着是不对嘛 不正确嘛 那不见切的时候呢 他怎么样去贷款给你呢 可能他选择不贷款 或者是原本你实在的生意哈 你实在的生意哈 是可以带到 比方说100万 那根据他的计算之后 看你的整盘账之后呢 算你不需要100万啊 可能你只是需要200千 那就只批你200千了 所以无形中是三角关系啊 就是你的Account 你的Taxation跟你的银行啊 有绝对性的三角关系 随便一个关系哈 搞不好啊 都会影响到你整 整盘的那个生意啊 为什么我这么说 打个比方 今天你去银行融资 你增加了资金哈 这样会不会对你的 这个公司的成长有帮助呢 绝对是有对不对 那你有多亿的资金哈 帮助你的公司去矿充 去成长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account会不会有变化 你的生意量会不会提升 你的那个资金的来源 是不是改变 所以你讲会影响你的account吗 绝对是会影响的 所以我就大概讲这三角关系的那个关系啊 好不好 等一下我就讲几个案例啊 给大家听听一下 那我就讲account的一个故事好不好 为什么account那么重要 曾经有一个客户啊 他找我上去帮他的公司咨询啊 他同时间也找了他account出现你知道吗 那他就要考我们你知道吗 他说最近我打算买一间厂 那我不知道我应该买还是应该租 他就问我的意见 那我就说如果你真的是长期有用到 而且你的公司的业务不断的旷充的话 那如果你的资金跟你的profit margin 足够去购买一间厂的话 why not你可以筹备 做你的account 然后去银行融资 融资怎么说 他去贷款购买这个房产嘛 那account跳起来啦 account怎么会跳起来呢 他说不能不能买 不能买太贵了 这个产业太贵了 第二他讲要给利息啊 要给利息 很贵 所以我再问老板 老板今天哦 你是老板 你很清楚你的生意是怎么样的 你很清楚你的profit margin是怎么样的 你也很清楚 你需要这个房产来做什么 今天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是account 很对不起哦 当然不是所有的account都是这样的 那account说 你要还利息 而且这个房产很贵 然后我就直接当场 我问了老板 老板 今天account 你的意见 就是account的意见哦 account很会算嘛 这account不是做老板嘛 老板的布局跟看的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account站在他自己的角度说 这个房地产很贵 因为他不是站在生意的角度嘛 第二 这个房地产还要给利息哦 我说老板啊 今天如果这个account这么厉害 他做生意咯 他就不需要帮你做account咯 对不对 所以我就 他马上 恍然大悟了 他恍然大悟了 我说 决定钱还是在你的身上 那你问这些专业人士呢 是给你提供一个意见跟参考 好 你还是要很清楚 到底你这个方向 要怎么样做 希望我这样是一方 最在座的accountant 当然有些accountant是很会算嘛 他忘记了 站在老板的角度 他是站在accountant的角度 说accountant的话 所以这个是accountant的那个角度咯 对不对 那你的account你做好了 你就马上看到 到底你这个是 公司是赚钱 还是不赚钱吗 那很多在座的各位做老板的 生意赚到钱 又不适合给那个税务 我们叫做accountant 对不对 他就说 对 政府那么多税 好像很心痛 他在座的各位 我想问你 今天 我曾经 有一个客户这样子 英小四大 怎么讲英小四大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比方说今天 你看了你的 所有的账目 你需要给 这个taxation大概是 20千 嗯 要给20千嘛 他说 我不想给这么多啊 我想省起来 他就报少数 那 那因为他报少数 在过气的过程中 刚好 他遇到一个机会 一个激励 就像现在这个疫情的 发生 对不对 可能有些人啊 要变卖他的产业 对不对 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有这样的可能性嘛 那当时候呢 其实发生在 09年 08年的时候 那时发生 是在这个 呃 prime subprime mortgage 美国发生 这个 我们叫做 次贷风暴嘛 对不对 嗯 在马来西亚 他的业务呢 是跟 西方 美国来往 那忽然间 美国市场 整个大萧条 他的出口啊 也影响了80% 手头上 急着需要 资金啊 嗯 比市场便宜啊 大概那时候 我算一下啊 大概便宜25个% 愿意脱手 为什么 因为他急需要资金嘛 那给我这个客户 遇到这个机会 你知道吗 但是哦 他去融资的时候 你将他融到资吗 你猜猜看 我相信 应该是错过了 那个 好 大家猜猜看 那你觉得 这个客户融资 成功吗 听了 这个 真人真事的故事 因为那个客户 为了 不要大那么多的税务啊 那到最后 银行融资 他遇到一个机会哦 可以买到一个 他 需要的一些 电屋啊 Shoplot 比市场便宜25% 那你觉得 他进行融资 就融到吗 有一个答案了 他说 不成功 不成功 还有谁有其他的答案 傻瓜 其实啊 在座的各位 因为 因为他为了 省那个 20千的 那个 带涨 到最后呢 他融不到 也错过了 买 Shoplot 比市价便宜 多少钱 你们猜看 比市价便宜 Half Million 就是 你如果买到 这个Shoplot的话 你可以省了 500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吗 不要因小事 大 因为那是他的决定 为了省那20千 那个税务 为了省那 税务20千 那个账目 整体看 就没有那么漂亮 那他去银行 融资的时候 融不到 融不到的时候 他怎么有机会 去买到这个 我叫做 Hocontal 这个好的 机会 那无形中 他就失去 给别人买掉 对 讲一下 你为了20千 给你损失 省哪一个产业 便宜500千的 这个产业 是不是一个大损失 所以为什么 account 影响到你的 taxation taxation 跟account 影响到你的 banking loan 这三角关系 都是牵绕着 每个企业家 你们看到这个 其中一个案例 各位 现在看着我们 节目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觉得 老师分享的 好的话 你可以分享出去 那你也可以 跟老师 多一点互动 刚才老师 所分享的东西 如果你明白的话 可以给我们 回复一个意义吗 没有沈大哥说 眼见不够 是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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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想请问 除了是眼见不够 还有呢 就是 这个 胆量 胆量也不够 我是觉得 其实马来西亚 很多人做生意啊 他们对这个企业的概念啊 其实不是很深 为什么你要做一个企业 你做一个企业 就是不断让你的这个企业 拥有更高的价值 那你怎么样去把它创造 拥有更高的价值呢 不但在你的这个 我们讲在这个税务 或者是你的account 账目方面 你是做业值钱嘛 不是业做业 对不对 所以你值不值钱 怎么样可以看到 从你的这个account 就可以看到 一清二楚 到你这间公司的这个 valuation 当然不是上市公司 我们用 valuation 价值 那个估值来计算 那如果你是上市公司 我们是用市值嘛 叫做market cap 那个market cap 就是你的 那个 你的市值大概是多少 所以我们每次讲 如果你对做企业的理念是 越把你的企业 越做越有价值 越做越有市值 那就对了 这是你做企业的目的嘛 是因为你要去赚那个差价 如果你要赚 赚差价 做买卖 做买卖 那个只是停留在商人的 那个思维 停留在商人的思维 那我继续说好不好 就反脚关系 好的 好的 老师不好意思啊 老师不好意思啊 LMLM这里有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拿死人物业 我还不明白你的问题 是死人的物业 还是你本身的物业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拿 他应该是要讲私人吧 私人吧 可能 应该是私人是吗 你可以再确定一下吗 是私人对不对 是的 好的 那老师继续 那我 等下再回答好不好 嗯 好的 等下我再回答 我先跟你们分享一些 这个三角关系 所以 大家好 欢迎进来聆听 那OK 很多人 三角关系 就是 Accounting Taxation Banking OK 你们不要做老板 我们不要搞到这样复杂 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就好 我们要列懂列懂 怎么叫列懂列懂 Account 我们不需要专业 但是我们要懂 到底这个account 我们钱怎么来 钱怎么样出 钱怎么样不见 从account你都可以看到 像你从这个account 你知道 你有多亿的钱 可不可以去 投资 买房产 投资 就是跟你的行业有关系的 器材 treatment 或者是 Machinery Machinery是 不管是大型小型的 都是你的这个asset 对不对 那你有这些 是 这个account 也知道 你有多亿的钱 可以做这一方面的投资 扩展你的业务 那到最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待会我做这一盘生意 有没有赚钱 对不对 这是我讲的 所以这个account的重要性 是那么的重要咯 那当然 有赚钱 就 有税务的问题咯 要关注税务的东西咯 那如果没赚钱 可能就不需要给税务了 都不赚钱嘛 对 那如果要赚钱的话 那我们就 第二个关系啦 你的taxation 就很多人说 我不要给那么多tax 可以吗 当然我们说 我们不是逃税 那我们有合法性的 怎么样去省税 那个tax advisor会跟你说 那你就跟着办咯 那有时候 你不要省得太离谱啦 如果你做一个企业 你做生意 你用你的turnover 是20个million 30个million 但是你讲你税务才给一个 两三千块 那说不过去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账务影响 你的taxation 你要税务上的 到你的tax 不要那个比例 那个比例很不健康 就影响到你未来的发展 为什么呢 我在座的各位 我想问你 就是你有赚钱 你才给tax嘛 对不对 那如果从你的tax 给多少 我就知道 你赚钱在银行的角度 现在跳去 跳去银行的角度 就是 哇 你很有赚钱的能力 这样你很有赚钱的能力 我借你钱 你一定会 钱生钱 钱 创造价值 那你一定有能力 还我钱 银行是这么看 那银行看你 你连赚钱的能力都没有了 那我怎么样借你钱去创造更大的价值跟资金呢 这是第一点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 cash flow的话 我借你钱 你怎么有那个 cash flow 你的创造力 你的 cash flow 来偿还银行的钱 所以这个account 跟银行 就寻回成一个三角关系了 那我给你钱 银行给你钱的时候 就运回去你的account了 为什么呢 给你钱 如果你有这个钱 懂得运用 把它发展 运用的更好 就比方说 老师现在经常说科技化 那如果今天你懂得运用 钱去发展科技化 怎么样做线上 怎么样做online 怎么样跟第三方的e-commerce合作 那怎么样把你的这个运出链接 科技化 那无心 你说你的 turnover 你的 sales会不会提高 会吗 当然会 会吗 各位观众朋友 有听 老师说吗 肯定会提高 那提高的时候 这个钱又在影响 回去 你的accounting 那你的accounting 做生意 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的时候 影响你的 taxation 肯定有影响 那你就不断地在创造价值 你不断地在创造价值 那你的 taxation 都是环环下 因为越给越多 因为你赚钱了嘛 你看到 哇 你很有赚钱的能力 我就越借你越多 这个很有逻辑 很符合逻辑 所以这三角关系 很多人搞不清楚 又要借钱 又不使得给税务 又不使得把账户做得好 那你不是不上不下 是不是不上不下 你把税务做好 很小的事情 你把账户做好 也是 在这儿的各位 会不会有一些人做生意 还是做 superbiter partnership 当然有时候 superbiter partnership 有其他的 有些人给老师的回答 也很好笑的 为什么你不要转气 因为要给那个 audit fee 因为要给 accounting fee 比较贵 如果你做生意 做得好 那个audit fee 跟accounting fee 是没多少钱 那你为了省这几千块的钱 然后你就损失了 你可以进行融资 更多的钱 不是吗 那不是自己 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机会 给限制了 对不对 是的 很多人 就看不开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吗 他就很难去前进 他就一直去看小的东西 就一直赚小钱 赚大钱 对吗 这是格局 对 对 那经过叶老师的分享 我们知道做生意 除了要把自己公司的 晶云营运模式 做得好之外 也要很关心你的 accounting 这样你的banking 那一边才会通畅 民主 对对对 刚才有一位同学是 什么MLM 是吗 他会推到 property的 老师之前的 第二堂课 对对 他说 有讲八大名师 对不对 有讲八大名师 其中一个名师 就讲到 property property agent agency 或者是 property advisor 之一部 因为你搞 东西 三个东西 你就知道 怎么样把你的 property location 怎么样做 placement 因为你的 如果我跳远一点 但是下一次 我才讲 今天如果你买 产业 你觉得跟 这三角关系 有关系吗 是公司 公司买的产业 还是个人买的产业 不不 今天我们全部都讲 公司 我们不讲个人 那今天你公司 你讲跟这三角 关系 有关系吗 肯定有 你可以讲讲 你的见解 来我们商讨一下 我是觉得 肯定有关系 那你们呢 你们觉得呢 在做各位 可能有一些 是有 大公司 有工厂 可以分享一下 讲到 property agent 跟购率 什么都不懂 所以今天 为什么大家 就要来写 首先 这个是基本工 我是之前出这本书 叫做 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 那很多人以为 只是跟银行有关系 那你就大错的错 只是讲银行 那就太小看老师 老实讲银行 一zoom你的公司 跟八大专家 都有关系 所以今天 什么意思 是泉水源 有一些关系 是 那么 那老师 那老师一继续讲 你看 为什么老师讲 这个基本工 这个三角关系 accounting how it affected taxation how it affected banking 然后banking又寻回 how it affected your accounting and your taxation and come back to banking 它是环环相扣的 那今天打个比方 一间公司 ok 很好 James Cole 看你还贷能力 对对对 刚才老师已经讲到 如果银行看到你 赚钱的能力 这么厉害 厂还的能力 这么厉害 会借你更多的钱 ok 然后今天 刚才有讲到 property 跟这个三角关系 有关系吗 有 那今天公司 就买一个产业的时候 那比方说 如果你有钱 你买 然后你是不是要借贷 那你要借贷 跟银行有关系吗 肯定有 有关系 那今天 你跟银行借贷 跟银行有关系之后 银行就会看回 你的taxation 到底 你有没有赚钱 你给的tax多少 哇 你没赚钱 你亏钱 你都跟我讲 你敢买property 这样你怎么有能力 去供呢 不如要自马 所以他跟taxation 有关系吗 又有关系的哦 然后如果今天你买公司 买了这个产业 买了这个property 跟你的accounting 有关系吗 有 有啊 他怎么样 reflect在你的 那个fixed asset里面 在你的account 就出现 从今以后 这家公司 是有产业的 所以 你买产业 跟四角关系 有非常大的关系啊 那可能下一场课 我要讲四角关系啦 四角关系啊 今天讲三角关系 已经这样 这样刺激了 还要讲四角关系 对对对对对 按键 按键 接下来 我们支持粉丝 观众的问题 马云把 购税 物多少钱 定位年度目标 而不是业绩 你想要分享的 应该是马云 简单来讲 模拟同学 我要跟大家分享说 马银定下来 每一年他要给多少的税务 为目标 简单来说 如果一个企业 给多少钱的 那个税务 就马上算得出 他的turnover 是要达到多少了 所以这个是很高级别的人 就是说我能为这个国家 付出的税务 贡献多少 来作为一个标准 来作为一个标准 不是因为我要做多少的生意 来赚多少钱 那如果你能给这么多税务的话 在座的各位 你说你赚钱吗 在座的各位 你说你赚钱吗 连税务你都可以给这么多了 那你是肯定赚钱的 才可以给到这么多的税务 对不对 所以他的目标 那除了会给这么高税务之外 叶老师他这么做 也是不是希望 可以得到银行更大的贷款呢 当然 当然这个 马云 我们说他的阿里巴巴 已经是上市了 那除了银行可以贷款之外 更能吸引投资者 因为像他们这么大的企业 只是单单靠这个银行的融资贷款 它更能吸引到合作伙伴 或者是更优质的投资者 或者是我们叫做 Private Equity 当然他在起步时候 有经过那些风头 什么东西 那是过气势 我们讲他已经上市人的心 跟投资者 或者是投资机构 对不对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是投资人 投资机构 你也想把钱投在一个 赚钱的生意 对不对 当然 来 这位同学也说 产业是最好的杠杆攻击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是 是 是 很多在金融世界里面 都是说杠杆 但是杠杆都要有一个扯度 有一个扯度 如果是超越一些过分的杠杆 是肯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 所以杠杆也是要亮丽而为 亮丽而为 好吗 因为我老师每次这样说 不是目前笑最大声 是谁笑到最后的 才是笑得最大声的 对不对 哇 老师 你受很多观众朋友的夸奖啊 你有什么感想啊 哇 老师讲这个题目就可以把事情 啊 不好这么说 不好这么说 我其实老师出来讲的心愿 就是要教育做正确 对的方式啊 因为为什么 我们不是教育投机啊 我们是教育根基 只要你有好的 老师说过了 你要融资 有钱了 你有办法去创造更大的价值吗 什么叫价值 今天你可以跟人家合作 创造更大的价值 今天你可以去并购 或者是购买 我们就叫merger and acquisition 就是并购或者 优质的企业啊 创造更大的价值 又是讲价值了 对不对 那今天你有很多融资方案 那你有本事的话 你要去购买房产 产业的话 那是不是 你有能力去产还 这些房产的话呢 你就值得拥有嘛 你值得拥有 或者是长期的拥有嘛 不是短暂的拥有啊 对不对 所以是笑到最后 不是短期的大笑 所以非常谢谢 这位同学啊 同学给老师的这个 称赞啊 非常感恩啊 好 因为之前老师 如果大家有跟老师的这个 老师都有说过了 如果 如果不对的交易 导致 导致 不健康的交易 交易啊 交易啊 就是你做错 决定了吗 不对的 不对的交易 导致我们的 教育 教育啊 影响教育 整个市场啊 的经济 没有效益啊 没有benefit啊 那对这个经济 效益没有benefit的话 你觉得对整个 市场跟社会 有那个价值吗 没有 没有价值啊 是那个负价值啊 负负能量啊 嗯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讲 我就得到 你分 嗯 是的 那可以知道 那可以知道在线 各位朋友 有哪一位是做自己的生意的吗 如果你是做自己的生意的话 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个三吗 自己有在做生意的哈 他做了各位可以的话哦 尽量帮老师share 嗯 跟多一点分享 哈 为什么呢 我每次说 如果你身边做生意的人哦 都跟你有一样的思维哦 你就不用去 背那么多的经历 跟他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 啊 有些人说 他思维不对哦 他就跟你说 哎呀 不需要这样麻烦的啦 account随便做就好了 Tex不要给 用借银行的钱了 用自己的钱就好 那你就给他影响了 为什么这么说 今天啊 account随便做 他做生意 account随便做哦 你怎么样 随随便便 生意就随随便便哦 然后赚的钱 交给Tex哦 这样你证明说 你赚钱的能力哦 你做生意是亏钱的吗 那你今天 又不需要用银行的钱啦 你用自己的钱 今天你怎么样 在用自己的钱啊 也是有限 因为很多 很多的商品啊 事物啊 不断的这个 越来越昂贵啊 我们叫做 inflation啊 inflation啊 通货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那你的钱是越来越小的 你没去借银行的钱啊 你的发展速度 肯定是比较慢的 这位同贴 James Cole 朋友产业要卖 但是要 公司只是持有这个 非常棒哦 简单来讲 就是你自己的朋友 是用公司来购买这个产业 as a property holding company 对不对 你这个朋友应该是蛮聪明的 他可能要避开这个RPGD嘛 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 K老师会负一个E好不好 什么是什么RPGD RPGD就是 James回答对了 对 哎呦是啊 Real estate gain tax 啊 Real estate gains tax 嗯嗯 Real estate and property gain gain tax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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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贷款不成问题啦 哇 过去是哦 很多人在市场交一个叫做 呃 Investment property holding IBC啦 对不对 嗯 他只是IHC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但是呢 只是交一半 另外一半是交不对的 但是老师今天不要讲这个话题 等下再讲 这个话题 我们再来讲 啊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们都在交 我觉得我们 Property holding With With Individual Structure 啊 他没交到 Property holding With Business Structure Come Individual Structure 所以只是 一半 不了 我叫做半生不水啊 什么叫半生不水 就是一半可以操作 另外一半没操作 那今天 这个话题 哈哈 今天我们先 先讲回我们 我们这个三角关系 啊 对对对 Admonds 我IHC 对 因为在这个 Corporate Corporate Exercise 里面 Some people say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Some people call Investment Property holding company 啊 Some people say Invest 我们叫做 SVB 有些人叫SVB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Company 很多叫法 看你怎么样去用 那市场 对 市场现在讲的都是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啊 啊 有一位同学 哈 美音 哈 要以什么样的 美音 就 sml的概念 可以让 sml的老板 有金 赢的 system 嗯 也很心痛 啊 啊 这位美音同学 啊 啊 其实老师 在第一堂课 已经讲了啊 每一个企业 一定要做这个 Financial X-Ray Report 因为别人怎么看你 并不重要 但是国家中央银行 怎么看你哦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它已经跟你打分 你是Gate A Gate B Gate C啊 啊 Gate A Gate B Gate C呢 到底你的公司 嗯 架构怎么样 你的公司 有没有在这个 风险的层面 你的公司 的这个 呃 防点是在哪里 从一个financial x-ray report 就可以看到了 那如果再深一点 给你知道 呃 美音同学 其实老师每次经常说 每一个老板 一睡觉起来 最担心的 这四个 四个问题 在这儿的各位 如果有跟着老师的分享了 还记得哪四个问题吗 这个是很实实在在的 一个课题 不是theoretical的 你猜看哪四个 那刚才美音有提到的是 很多公司都没有system 那觉得这些SMB呢 很难去到很长眼 也很心痛 他们没有system 其实关于这一个 我个人是认为 他们想不想去有system 这个才很关键 哇 好 OK 我送这位同学 叫做美音 美音我收稿 是送你一个东西 system呢 在市场 我们分两个世界 一个做生意 我们就做systematic 我们要 create我们的systematic 但是在科技啊 technology 他们就做system technology 所以呢 其实system的东西呢 以前啊 没有科技的出现呢 我们要画出那个SOP啊 Standard Operating for City啊 有那个说明书啊 新人来怎么样 什么部门来怎么样 要看这个说明书 但是现在不用看说明书了 有科技化啊 只要你把四个东西啊 用科技化 困绑在一起 设计啦 你就少走很多 网络了 那美音同学 你想不想老师 送你这个礼物啊 如果想的话 给老师一个 三个555 好不好 哇 老师又开始送礼物了 那James Cox说 他今天收到 他公司的体检报告了 谢谢老师 啊 OK 不客气 不客气 最重要是把事情做对啦 嗯 把事情做对 没应该有在现场吗 没应该有在吗 没有 没有也没关系 我跟大家分享啦 老师每次说 做老板的一起来 四样东西 四样东西一定要搞好 考一考大家 是否还记得 第一样 就是防这个 呃 业务咯 sales and marketing咯 要防你的生意 业务 sales and marketing OK 然后第二样东西 你要防的 是什么 我们叫做 operation and admin 内部的 operation and admin 老师每次这样 笑话这么说 厕所如果 爆水喉 是不是 operation and admin 如果老板 如果这老板 厕所爆水喉都要去理 就有问题了 千万不要去理 这个事情 交给下面 operation and admin OK 那接下来 还有什么东西 要要防的 HR HR就是请人才咯 请人才就是每天要防 这个部门的人才 这个部门的人才 那个部门的人才 要找对的人 做对事 嗯 那你有了生意 你有了对的部门 operation and admin 你有对的人去经营 support 那最后最重要是什么 finance and account 老板就是每天 反制四样东西 为什么 你做sales and marketing 跟account有关系 你的operation cost 跟account有关系 你的粗粮 跟account有关系 and finance有关系 这四个东西 你要怎么样做好它 用科技系统 用software 怎么样科技化 怎么样系统化 你的公司 现在你不要去反 市场有很多那些 ready的那些software ready的ID 比较便宜的啦 中小型企业的package 你们可以去运用 好不好 你们可以去运用 就可以把这四个东西 融合在一起了 如果不懂 来上老师的课 不是知识层面 上了你一个对的理念之后 老师把这些 vendor介绍给你 你去对接 自己对接 implement reality就好了 市场很多的 千万不要花错钱 买不对的software 或者摆不对的system 我曾经讲到这个 我曾经GST来的时候 我有一个客户 因为那个system software accounting的 没有up to date 每一个业 closing account的时候 他还要去打电话 update software公司 在后台跟他做调整 你说这个是system 帮助人还是人还要去 当system做功能 在座等各位 你听一下这个故事 嗯 就是把人类的生活麻烦了 那经过老师 combuy时后啊 他决定 换掉他的accounting software 从那天起啦 每一天的业尾啦 那个account是 准准飘飘亮亮的 不需要再打给id公司 做调整 又要backend来改一些东西 看到啦 嗯 就是简单而已 啊 嗯 嗯 嗯 其实现在我们要善用科技 对对对 好像讲到account 就是要用accounting software 啊 他直接relate to your taxation 然后他也是可以relate到你的 borrow bank records的吗 这三角关系可以用accounting software来解决咯 好吧 今天其实是三角关系呢 当然是accounting是讲比较 讲它的重要性啦 但是如果做生意 我们更深入的话 account也是跟我们的企业信息相关 我去讲比较深一点好不好 嗯 深一点 今天会不会在座的各位 你们赚到钱 会去公司拿钱出来 叫你公司拿钱出来 跟你的account有影响吗 老板拿公司的钱出来 对 嗯 我曾经看过一些老板啊 公司有些钱哦 他就公司拿钱哦 嗯 拿去炒房 炒房地产 嗯 那在座的各位 今天这个是公司的钱 来的老板自己拿这个公司的钱去炒房啊 那你去银行借钱的时候啊 银行会问你这笔钱跑去哪里了 万一发现你是去炒房啊 你说他会借你商业贷款吗 嗯 会有影响吗 嗯 嗯 资票是几天 哈哈哈 各位 答案是肯定有影响啊 万一银行在借你这个商业融资啊 你拿这笔钱不是发展业务 你拿去炒房地产 只是炒股票 那一段呢 那绝对会有影响啊 对不对 而且在四年前 政府也是出了一个法令 只要director advances 拿公司的钱 需要impose那个利息 需要偿还利息的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如果真的是没钱 怎么做 银行融资咯 对不对 那你赚了多一点钱 可以declare director dividend啊 那自己就比较多一点钱哦 那比较正非哦 就不会说那个账目不清不楚 乱七八糟 在座的各位 想问你哦 你们身为银行 或者是投资人啊 你要一个公司的账目 是整整齐齐的 还是乱七八糟的 当然是要整整齐齐的啊 这才决定我们要不要投资啊 对对对 银行也是一样的 嗯 所以 现在科技化的出现 已经把这些做账的 也是简单化嘛 你要issue那些invoice啊 bill啊 也是用electronics style 科技化 digitization的 所以无心中也把很多东西简单化了 嗯 对不对 老师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啊 可以 老师 我问一个问题啊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老板 把公司的钱 拿出来花的话 那个算不算亏空 算不算方法 ok 你们到这个关于到 business business act business law 其实supposingly supposingly director is not allowed to use company's money 就是director这个股东 不允许拿公司的钱 用在自己的身上 为什么呢 很多人讲 我是老板 这间公司是我的 我要怎么样用这笔钱 我喜欢 我开心 但是永远要 你的这个省量business entity 跟你的个人啊 是两回事 你不能参差 公司的钱是公司的钱 你私人的钱是你私人的钱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用了 想办法尽快快快去填回去 你明白吗 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老板 动用公司的钱 用做自己的图 这个算不算方法呢 来 你说多一遍 我说老板 用动用公司的钱 用做私人用途 那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算不算方法呢 如果今天你的这个生意 是你个人的 可能没事情哦 但如果你是跟 其他的股东一起合作的 那如果其他的股东 可以起诉你吗 嗯 嗯 你就britge了那个law了吗 对对 我给你自己合作生意 为什么你拿自家工资的钱 挪用公款自己用呢 我去买 来 我们现在看回观众们的留言 其实今天的观众朋友呢 其实今天的观众朋友呢 很多都很有这些商业经验 所以我相信在这各位 很多都有自己在经营自己的企业 很多都是大老板 我是觉得你看在座的各位 你们都是做生意 那如果大家宁静在一起的话 老师经常说老师这一本书 平安不可公开的秘密 是写了40多位中小型企业 与企业家的故事 那是真人真事 他们犯些什么错误 他们做错什么样的决定 影响到他们无法去融资 无法把企业做大 在座的各位你看 如果大家一起去分享 每个人的经验 你说这个大智慧 大经验 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因为有时你的经历 你不好意思告诉人家 你也不会去跟人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都在做企业的话 互相分享的话 在老师这个平台 你说是不是无形中 帮到很多人 少走很多烟网路 对啊 对啊 你的东西已经在走这个烟网路 你听到的话 你就跟他学习 不要再走这个烟网路了 对不对 嗯 借助别人的经验跟过去嘛 对啊 对啊 我喝点茶 好好好 老师辛苦了 嗯 今天呢 我们看到我们分享的内容满满 我们老师的经验也满满 我相信下一集 他有更加多的东西可以分享 所以这个节目呢 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 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三集 那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 请你同样的留守VimanTV 为你带来银行不可公开的 好 下一期我们就说什么主题 你知道吗 产业 产业的关系 今天你写了三角关系嘛 对不对 那你写了这三角关系 之后 是 现在我就把第四个关系 就是property 产业 这样拎进来 变成四角关系了 下一个主题 我们将会 再加上这个 accounting text station 和bank的三角关系 再加上一个 房地产的关系 对吗 对对对对 再加上 property 是 这是下集预告 所以下一集大家呢 也一起跟我们 留守在线 一起学习 这一个 accounting text station banking的三角关系 再加上 property property的关系 嗯 那其实今天 讲到这一个 accounting的part呢 也是昨天 对上一集的观众 有一个交代 我们说要说 第二个专家嘛 所以今天的第二个专家呢 都在这里了 最好让那些 炒房子的人 来了解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所以就靠你们了 各位观众朋友 有没有把这样子 好的一个contact 都不确定 是 好 那么我们在结束之前呢 我还看到周围同学 周围同学 欢迎你哦 周围同学 让老师来做一个 总结一下 然后已结束今天的节目 老师请 好啊 好 OK 今天讲的是三角关系嘛 过去是呢 很多做生意 或者是做老板的 就把account呢 当着无关痛痒啊 无关痛痒 那 我就 我就sharing了 我最近 有跟一个老 老客户 因为这个经济 这个疫情lockdown嘛 还有联络我 他本身是做五斤的 那这个五斤店老板呢 他有八间公司 那八间公司呢 因为太多公司了啊 那他就 忽略了他的account accounting 就是忙忙忙 他自己的工作咯 account就随便做咯 就是account 帮他做怎么样account 他看也不看 就签名了 这样子八间公司 大概是有五间咯 他没去看他签名 就做亏损了 那你做亏损了 所以最近他要去拿这个SRF的时候 他拿不到 所以他就问老师的意见 那我跟他说 你看你的这些account啊 怎么越做越差劲 你的生意不是越做越差 他生意是越做越好 但是越做越好的时候 这个account啊 这么越做越差 可能啊 人就变广告 他就是变成了 不舍得啊 就是赚越来越多钱的时候 account那边 他就要省这个 要省那个 税务也要省 这个也要省了 那五星中 真的是生意越做越大 但是account越做越差 那五星中 他要再成长的时候 怎样去银行贷款呢 就资产角关系 已经直接验证出 这个老板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本来可以融到几百万 现在就可以只是 单单靠他参加赚钱的公司 融到一个百多万而已 变成很可惜 很可惜 那他现在领悟了 那account你不能诺量改 不能做假的 你要现在立马知道了 再来哪时间做好它 account是需要时间的 whatever you do 它会reflect在那个account 是需要时间 才可以做出那个account account不是天空 下来随便填的 不是 是你做了什么因 造就有什么果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这个三角关系非常重要 所以你不要不采不理 你对他不采不理 等于是对你的企业跟生命 不采不理 所以你要多关注他 你要爱护他 你要保护他 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不客气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为大家播放到这里 那期待下一集 你带你的朋友 一起来一起学习 这一查 这个银行不可公开的秘密 第四集约定你 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钟 和大家直播见 我是 如果大家喜欢老师的分享 多一点跟身边的朋友 做生意的 还有家人啊 亲戚啊 都尽量的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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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这个疫情发生 很多人要改革 或者是可能有些人的企业 可能 做不下去了 那既然现在要重新开始 我们就重新开始 做对他 所以是一个 所有的发生 都是最好的发生 对 我祝福大家 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今天的分享呢 可以说是 让大家满债而归 肝膀满满 那对于做 现在在做生意的 在企业路上拼搏的你 希望这一些内容 对你有所帮助 也祝福大家 在未来的旅途里 身心愉快 顺顺利利 亦繁风顺 通畅无阻 谢谢大家 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